过去曾有上万张长榮股票的PTT航海王 PO出好几张2021年台股获利年报 只能说没有最狂只有更狂 随便抓两个年报不是赚近4.2亿元 就是1.8亿元 他还PO文说2021年全年已实现将近45亿元 而年初净值才4.8亿 到现在如果包含未实现部位 总净值已经超过50亿以上 让网友们看到好羡慕 有人说跪着看完出来见上帝 还有网友赞叹这获利根本是上市柜公司等级 专家也分析他懂得在波段上操作 不会买着放不敢脱手 也是跟新手的最大差别 在投资这块坦白讲一般的年轻投资人 他们比较不会放这么久 获利有波段的这些投资 他可能买了又卖了买了又卖了 所以他累积的获利数字坦白讲是真的不错 而新年后第一个交易日统计有八成开红盘 果然社会圆越行情周一开盘涨41点 加上台积电一度强供到630亿元 带动盘中涨超过160点 供上18379点再创新高 我们认为说2022年的整个股市这个微笑曲线 左边我觉得还会是电子 因为去年涨幅前十名的股票里面 有将近八成都是电子股 所以我们还是看好电子在青年的长辈股里面 它会战演比较重要的角色 展望新年股市分析师认为 第一季仍然以半导体IC设计IP概念股 元宇宙以及网通为热门景气循环股 至于钢铁和货柜需求依旧强劲 但是要像去年出现金人涨幅机会不高 同时也建议投资人要加入景气循环股的话 掌握买黑不买红 并且在上涨时以逐步获利了结为原则 TV新闻是孟杰李学伟 吴树瑞恩小字五台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师也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